因為現在ChartGPT其實太夯了 所以剛剛你們學長也有問說那個網址 其實我試了一下這個網址 它好像本來是英文的版本 然後我試了一下我輸入一些中文的問題 它好像也都可以接受 然後網址還蠻好記的 就是叫Chart 就是聊天 然後點OpenAI OpenAI實際上就是 就是開發這個ChartGPT的公司 它的名稱叫OpenAI 然後點.com 進來之後的話它當然會要求你 就是做個登錄動作 那你可以直接用Google帳號 直接就登錄了 你就登錄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就問問題了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可以玩玩看 那目前來看 英文的環境好像比較成熟 那中文環境就會發生一些 好像回答的問題 並沒有那麼根據你要的結果出現 比如說像他這個 他剛剛問徐志摩算不算渣男 他結果他說 他如果回答不出來 他就會大概就跟你講打哈哈 沒有辦法判斷 所以剛剛你們學長就講 那是不是可以問別的方式 比如說請問徐志摩的 什麼三個女人之類的 那他會告訴你這個故事 比如說他的原配是誰等等 那或者你可以問他說 那個徐志摩跟哪一個 他曾經的那個女人是最好的 或者你們可以自己在 在針對徐志摩的相關東西去 也不一定是徐志摩 你可以問其他的 那剛好我想到 最近有稍微看一下這個 那個相關的東西 那或者說他對林輝英之間的一個一個 那再來蘇東坡也是一樣 蘇東坡也是一樣 蘇東坡也被流放 流放他不只一次被流放等等 他這個地方他可以回答出來 可是像這個地方 他走了多久他好像沒有回答 他是說因此約走了一個月的時間 才到這個 所以這段時間相當辛苦 也豐富他的 所以好像回答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至於說一個月 能走到其實算蠻快的 如果根據那個距離走一個月 算是蠻... 所以你們也可以稍微在 那個用Google地圖稍微查一下 我自己好像查過啦 從杭州出發 到這個幾個地方 應該都接近有1000公里吧 所以如果以現在來看 都已經很遙遠了 更何況當時 他能夠走一個月就到了 我是覺得是不是 他怎麼走的用跑的嗎 OK 反正你們這個細節 我想有興趣的同學 也不妨可以玩玩看這個 叫chat.openai.com 這個網址我是建議各位 等一下我還沒切這個畫面 現階段AI的部分 他對於科技上面的 相關資源好像比較多 可是如果對於文學類的東西 到底AI目前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提供的答案到底是否正確 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再試試看吧 如果有什麼心得呢 不妨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比如說這個chat.gbt 在中國文學相關的回答上面 是不是能夠比較完整 因為我之前真的剛開始 我覺得這個chat.gbt 不過也是一個玩具罷了 不過後來真的試了他一下 我發現他真的沒有那麼差 尤其是像現在你關鍵字 如果打上什麼了 請幫我寫一篇 什麼一千字的報告 你會發現他真的就很認真的幫你寫出來了 而且寫出來的結構還滿完整的 他還會用什麼首先 其次 再其次 結論是什麼 我看了就簡直是有點 如果是學生的報告 假設用這個來做 還真的無法 我沒有辦法去辨識 所以 當然我不是建議說 你們用這個方式去寫報告 就是說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可以參考的 你不是說你抄襲 但是你至少可以拿別的 比如說他chat.gbt給你一個範本 你可以再根據他的範本 稍微再修改一下 另外就是說寫一個VBA程式 你會發現他還真的可以寫出來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請幫我寫個飯店管理的Excel VBA程式 你會發現你想說 他應該寫不出來 他可能會跟你打哈哈 但後來我發現 我試了抱歉 無法回答你的問題 他還是寫得不夠清楚 他還叫我去什麼 這包含 OK 所以可能題目也許太太太 他可能看的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你如果針對這個 我看之前是給他比較相關的明確一點的 比如說幫我寫個 管理飯店的小程式 你給我寫個小的好了 不要太大好了 OK 我怕他想得太多了 會不會有比較不一樣的結果 你會發現小程式就不一樣了 開始寫程式了 OK有沒有 而且他還真的開始幫你用VBA開始寫了 他還宣告變數 還幫你註解 SUB有沒有 這個名稱叫Hotel Management 飯店管理 有沒有 然後宣告變數 總共宣告了這幾個變數 然後幾個輸入 有沒有 然後這個真的還蠻厲害的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還有訊息輸出 那使用方法還跟你說明一下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應該是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就是 中國大陸那邊的網站摳過來的吧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專有名詞裡面這個模塊 這個模塊 我們這邊翻譯應該叫做模組 不叫模 他叫模塊 我們叫模組 那這個紅的話其實是VBA 所以你看到這個紅 其實是VBA OK 他叫VBA 所以從有些細節 還有訊息有沒有 有沒有 這應該我們叫做資訊吧 OK 所以有些名稱可能一看就知道 他應該從對岸把它拿過來的 OK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至少要寫一個 哇 還像個樣 你如果假設真的要寫一個 飯店管理的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他的東西 而且我比較經驗是說 他甚至還有註解 單銀號開頭 OK 然後我問的方式有沒有 你會發現如果你問的 他模擬兩可 他可能會叫你去找工程師幫你寫 但是我把它改了一下方式 發現他也聽得懂 而且甚至可以幫你寫出 寫出一些程式出來 然後這個程式甚至他這邊 可以讓你copy 有沒有 然後他copy之後 你還可以貼到 我們的那個什麼 這個VBA裡面還可以run 我想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試試看好了 當然你如果要run的話 你可以把它copy之後 然後你可以在哪邊 可以在VBA這邊 打開那個VBA 如果你要真的run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打開那個開發人員 然後在開發人員這邊 Videobasic 打開之後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過來之後 你就可以run它了 我知心看看 我看他最後的結果是 他叫一個Message Box 有沒有 減輸入類型 我要標準間好了 要幾個 兩間好了 按確定 要幾天 三天好了 按確定 每晚房價 他自己輸入 三千塊好了 他就跳出這個 房型 數量 天數 房價 他多一個total 再幫你相乘 OK 好 這也算是一個小程式了 至少可以run 所以有人會問說 那會不會這樣 查GVT以後 你就跟他問說 幫我寫什麼樣的程式 他就幫你寫出來了 那這樣工程師不就會 有失業的危機了嗎 OK 但也可以這樣推論 只是說目前來看 他頂多充其量 可以幫你寫一個 基本的程式 但是他不能寫一個 複雜的程式 而且甚至這個程式 可能還不完全符合 我們的需求 所以有時候 你可以拿來修改 所以以這個工程師的角度來看 就是你可以拿他的程式 當成是一個基本架構 然後再去衍生 這是他大概的一個想法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玩玩看 至少你可以 至少比較跟得上 目前時代的潮流 查.openai.com OpenAI這家公司 他推出一個查的產品 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OpenAI這家公司 推出這個產品之後 可能拿去微軟公司做demo 學衛蘭公司的高層一看 哇 太驚艷了 於是乎 就直接投資他們10億美金 然後讓他們更壯大 因為這樣的關係 一炮而紅 微軟公司 你很紅了 於是乎 最近好像又準備要砸大錢 讓OpenAI更壯大 OK 所以類似像這種公司 其實他本來可能是幾個小員工 然後把他弄了一個樣子出來 然後去找一些金主投資 發現原來這麼有希望 一炮而紅 這感覺有點像是 YouTube那個平台 早期他們只有兩個人 OK 然後Google後來發現YouTube 哇這太好了 於是跟YouTube談那個 就購買 後來就花了6.5億美金 直接跟YouTube 我跟你收購好了 OK 其中YouTube的創辦人 其中有一個也是華一的 就台灣過去的 叫陳世俊 OK 他就好了 賣掉之後 可能是兩個人 各分3億多美金的話 他好像才二十幾歲就退休了 OK 這也是蠻厲害的 OK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ChartGPT 你們可以在網址在這邊 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之後的話可能如果可以 再告訴我說 對於中國文學相關的應用 這個AI到底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的使用心得是 好像還有進步空間 那程式類好像蠻厲害的 他會幫你寫 OK 如果你要寫別的程式 他也可以幫你寫出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那一道題把它完成 所以 剛剛我們會 我們只有做第一個 還有第二 第三 第四 那待會兒的話 我就把它通通完成 OK 那我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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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